张志军虽然后来才争补进去 但是他从担任国台办主任迄今 也四年多了这个时间 那么我想在十九大之后 或者是明年的中国的两会这一段期间 有可能是张志军会卸任的这个时期 那么目前传出可能接任的 这个中共国台办的这个主任 是前一阵子才刚刚在美国离任的 这个联合国的这个中国驻联合国的 这个代表刘洁一 那么从媒体的这个报导来看 我认为我也请教了台北的一些专家 认为刘洁一那么来接任 这个国台办主任的这个可能性高 这个原因大概是因为国台办 大陆全国台湾研究会的这个会长 戴炳国以及社科院台湾研究所的首长 这个杨明杰等 这两位过去都出自外交系统 或者是像杨明杰 他是对美的专家 军控以及国际情势的这个专家 也就是说在台湾许多的这个学者专家当中 有一个说法就是说大陆从国际 来进入到台湾的整体的这个内部的这个整体的这个 做一个调整当中 让台湾造成一个内地化的感觉 所以大量启用三位过去在外交系统的这个人士 来从事对台这个工作 我想在很快的十几天后 大概就会知道 这个讯息的准确是否一定的 有一定的准确度